现在我要把这个蚂蚁给滤出来 猫 等一会我就抓蚂蚁来摇滤 要慢慢这样滴啊 滴太快的话 那蚂蚁啊 它会沉滴的 来来来来 咬人了吗 哟哟 这猫怎么咬人那么疼呢 不用了 你看它的手 这猫它的手有一只了 你看 这边猫的手 这边对吧 有一只在这里你看 猫啊 我猫应该有 七只龙那么大 不是从猫就咬人了 我怕等一会它 它会捣乱把那个水龙虫的那个水给弄掉 我怕那蚂蚁逃跑出来 你看它咬人了 这猫 奇怪 平常玩的话它就稍微咬一点了 这猫的咬人有点疼 嗯 我养那么久的猫 这只猫长得最快 这只是公猫不咬老鼠的 它自己长幼不咬老鼠的 我懂为什么他那么喜欢咬这个酱呢 好疼哦 是不是我这裤子有老鼠味 我用那个东西这样搅拌 然后它有那个泡泡浮在表面 这种红火椅也不知道能拿来干嘛 那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红火椅可以用来做其他用途或什么的 欢迎大家在评论下方留言 我知道这个有一个朋友已经提出了 他想跟我购买这个红火椅 他就是拿那个红火椅 把它捞出来 然后 拿来泡酒 高度数的那一种 不知道他拿回来干嘛 他就这样子问 要跟我买这样子 不过这一窝我弄的 太少了 没有上一次 上一次我弄那个就多了 这一窝弄的比较少 这窝没那么活跃 奇怪哟真是这猫 我的裤子有什么 难道一个月不洗的就来咬我 奇怪哟 难道我的裤子有 猫猫猫的味道啊 他怎么不不去我弟那里呢 奇怪哟在哪里 这种猫啊 他又天又妖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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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咬到又 又咬得那么深 又开始发火了呢 开始发火了呢 哎哟 是不是小猫猫啊 哎哟 小猫猫啊 咯 这一个都为何不啊 乖哟 小猫 你赶到我啊 咯 咯 咯 我都说了是不是我的裤子一个月不不洗了就来咬我啊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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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什么事你朋友又没有谁帮我试 没时间试啊 老婆又没要我试啊 老婆问你妈妈 咯 哈哈哈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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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呦 大家看现在我准备了四种方法制红火鱼 第一种洗洁精 洗粉 酒精 还有这个汽油啊 现在我把红火鱼捞进来 放到里面去 看哪一种死的块 现在我们把红火鱼捞起来 放到那个碗里面去 现在我们分别把它放到碗里面去 洗洁精 洗衣粉 酒精 酒精反炭快哦 你看那个酒精一放进去 你看现在他们是爆团的哦 爆团的 这个是汽油哦 汽油不用说啦 那汽油很快的 一掉进去他们就全完了 完了 你看那个汽油已经净悄悄了 然后这个酒精 洗粉 还在动 洗洁精 洗洁精也在动 哦 那个汽油都全部进秋秋的去 那现在已经五分钟过去了 那个 除了汽油 那其他的三个 基本还在动 嗯 这两个洗衣粉跟洗洁精还在动 汽油 汽油就不要看它了 因为那个很厉害啊 一放进去就全死掉了 你看这个酒精也是还在动啊 还有一种叫做 露青菊汁 那一种我没有放 等一会我把它放到那个桶里面去 那个更有效更厉害啊 现在我们把它倒进去 把大家看就是这一种了啊 这一种呢 它就是终结者 红河椅的终结者 平常我去灭红河椅 就是这样 用这一种药水啊 一淋进去全部都死光 刚才我实验我都没拿这个 比那些都厉害多了 这种小小的一包 好像是一块五 一块五呢 可以兑两桶的水 然后可以淋好几窩的红河椅的 那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啊 只有那个汽油消的比较快 那个汽油一扔那个红河椅进去 它就死掉了 像平常我也是那样子 拿那个汽油一倒到那个 红河椅窝上面去 那红河椅它就全部就 束缩起来就死掉了 那个是超快的 就相当于像那种流酸一样 很厉害啊 然后这个药水呢 比较实惠啊 它拿来兑水的 兑水可以兑几桶把它倒进去 大概在十分钟这样 全部就灭完了 ok现在我把这一桶 拿到外面去倒掉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 大家拜拜